Lily中文小天地 帮你快乐成长 陆续上市了 那么要说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呀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课题 可能聊几天几夜都聊不完 那今天Lily老师只想和你聊聊 古代人喝茶的一些讲究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呢非常的快 大家一般啊都是抓一把茶叶 直接放入开水中就算是泡茶喝了 但是在古代 尤其是在唐朝和宋朝 喝茶是非常讲究的 比如说唐朝 唐朝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泡茶喝 唐朝的茶都是经过煮的 首先呢在唐朝 茶叶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 它是做成了一个茶砖 我们需要用专门的工具 把它碾碎 碾成粉末状 然后呢再用茶筛把它过滤一下 把最后剩下的这些粉末呢 放到开水里边 像煮饺子一样的煮上三滚 然后啊最后去喝那一锅茶汤 这是唐朝人怎么喝茶 那宋朝人喝茶呢就更讲究了 也比唐朝呢有所改进 宋朝人呢当时也是用茶饼 他们需要把这个茶饼啊 也把它磨成茶粉 然后用小勺子 把这个茶粉呢 放在几个碗里 冲入开水 一边冲呢一边要快速的搅动 让这个茶粉呢 跟这个开水充分的融合 那这个动作呢叫做点茶 点好的茶汤上面呢 会泛出一层乳白色的泡沫 很像我们现在喝的抹茶拿铁 然后看上去非常的诱人 那在宋朝的茶道中呢 烧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宋朝人点茶不用铁锅烧水 他们呢是用瓷瓶烧水 烧水的瓷瓶呢 是特别制作的 宋朝人呢叫它沙瓶 因为这个沙瓶呢 它耐高温 可以直接架在烫火上烤 沙瓶里呢装大半瓶水 一会儿就能烧开了 但是由于瓶壁不是透明的 看不见水沸腾 所以呢只能靠听声音 所以在宋朝的时候 听声去辨别水有没有烧开 是宋朝茶艺界的绝活 那唐人呢煮茶喝 宋人点茶喝 今天我们呢泡茶喝 你会发现唐朝会有茶壶 现代人也需要茶壶 那唯独宋朝点茶是不需要茶壶的 所以整个宋朝不生产茶壶 他们只烧制茶碗 茶碗呢有很多种 最有名的是南宋景德镇烧制的茶碗 这种茶碗呢叫做饮青瓷 它的壁呢非常的薄 幽呢很白 透明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精致 那现在如果你要买到正宗的 景德镇的这个瓷茶碗呢 价格也是非常贵的 但是啊这么漂亮的茶碗 在宋朝的时候呢 并不受欢迎 宋朝人最喜欢的茶碗 是建州瑶生产的一种小黑碗 这种碗呢非常的厚 造型呢也很一般 看上去笨重的样子 但是它的好处呢 是它很耐高温 而且它传导热很慢 非常适合用来点茶 并且呢在宋朝的时候 最好的茶汤都是乳白色的 只有用黑碗才能显现出 茶汤的乳白 如果用白瓷碗 或者是透明的碗 就显现不出茶汤的好和坏了 每个朝代的茶文化呢 都有所不同 用的茶剧也有分别 如果你去博物馆 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人对于饮茶的喜爱 中国人对于饮茶这件事的讲究 饮茶呢不仅可以养生 也可以养性 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渠道 暖暖的下午 我们一些好朋友围坐在桌边 拼拼茶聊聊天 真是乐哉乐哉 小朋友 你喜欢喝茶吗 你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什么了解呢 欢迎给我留言哦 我是莉莉 我们下期再见